大家好,我是阿柴 这节课我们来安装Avada主题的Demo演示站 Demo演示站的入口是在Avada主题面板 上面有三个 第一个是选项 第二个是网站 第三个是维护 我们进入第二个网站 导入一个预见好的网站 截止到目前Avada主题 一共有80个预见好的网站 就是他们已经做好的网站 我们可以直接套用 现在的网站是这个样子 是一个空的 也没有页面 也没有图片 也没有文章 也没有设置 但是这些网站都是已经搭建好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上面那是导入按钮 下面这是预览按钮 下面是分类 这是单页的 这是marketing 这是创意的 这是商店的 教育相关的 portfolio 就是作品展示相关的 这是健康 美食 比如这个代目演示站 看网址 这是Avada主题 它自带的 它自己的网址 它右侧也有一个 代目的按钮 可以直接在这儿预览 这又是一个代目 我们看哪个代目好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经典的代目 就是这个样子的 比较通用 我们这次换一个 我们用这个新的 点击导入 它需要这两个插件 现在是激活状态 选择全部 这个全部包括文章 页面 布局 图标 表单 图片 幻灯片 选项 还有小工具 点击导入 它这儿有一些提示 点击OK 下面正在下载 正在处理内容 这个过程是从远程 国外的Avada主题的服务器 下载到我这个网站 所在的服务器 不同的演示站内容 有大有小 这个搬运的时间 也有长有短 这应该是一个 比较小的代目演示站 所以速度比较快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在这儿 点击预览 鼠标放在这个位置 下面出现查看站点 用鼠标的中键 在新标签页打开 看一下效果 看域名已经变成本地的 它这出一个问题 导航出现了双导航 两个home 两个solution 两个about us 说明 在安装演示站的时候 出现了问题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看这里 这里有一个完全的导入 在这儿有一个修改弹钮 我们把它移除 正在处理数据 虽然我们只看到 是菜单出了问题 但是有可能 其他地方也会有问题 在操作之前 最后把它处理完整 重新导入 这次再看看怎么样 这次导入成功 这个演示站的动画还是比较多的 好了 这节课内容就到这儿 我们下次见 将来 和你们 我 下 这 词